话题来关注 民进党两年一度的党值选举将在5月底登场 由于改选后的任期设计2024总统初选 成为友谊角逐大位者合纵连横扩展势力的目标 各派系的势力肖长当然也受关注 而过去比较不热衷于党内事务的副总统赖清德 最近动作频频曝光度很高 传出已经着手抢攻党员票 要争夺总统提名的话语权 而英系在后小英时代要成为党内的造王者 无论谁想在2024出现都必须拉拢英系势力 用课语跟小片互动 周末假日难得可以放轻松 副总统赖清德进来行程安排触及各个领域 活动当中争取曝光似乎动作不断 因为在六多议员初选提名之后 党内派系角力正常延伸到了5月底的党值选举 由于改选后的任期牵涉到2024 总统初选传出赖信人马 着手抢攻党员票 为党值改选提前部署 台面上可能问顶2024的人 也开始悄悄布局卡位 郑国会掌门人林嘉龙最近曝光程度也很高 忙着替参选议员的子弟兵们造势 后蔡英文时期英系也要壮大派系势力 要成为民进党的造王者 掌握总统大选的话语权 想出现的人都得拉拢英系 没有所谓后小英时代 小英总统现在他的民调制度非常高 但我相信到他现任那一天 他依然是台湾唯一的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领导者 所谓造王者 我相信每一个民进党派系都是造王者 因为党要团结才有可能胜选 从党值改选到年底选战绿营各派系 不管是扩张势力或是合纵连横 攸关权力版图台面下早已暗潮汹涌 记者 三星北市报道